嘿嘿 靠愛罵上熱搜 尊名越罵他越紅 網友告狀告到棒鞋 搞到那隔天就丟飯碗 為什麼會打錯 連國旗都搞錯呢 差一個字而已啊 有時候iPhone會打破 這不是拍子的問題了 一位來自南韓的美妝部落客 他龍鼻之後就跌倒受傷 名字也是假的 是不是胸部也假的 都在這裡肥也是假的 他跟我講說 唉唷 他是不是公文氣 他都在網路上拍一些 下文的演唱 我叫他交來罵他 雙名罵他或怎麼樣 他反正 他好像他無所謂 你會不會跟他硬碰硬啦 我就跟他講 SKIR 對 我會認真的啊 講到他 我只想到一句話 SK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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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綜藝大肉演化 SKIR 厲害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對 千夫所指 對 無期而死 無期而死 就是一堆人罵你 指著你的鼻子罵 就這樣 啪啪啪這樣罵 就是你啦 連身體沒生病 人都要死掉 唉唷 對 現在都會這樣子啊 那我曾經也講過一句話 對不對 這個是比較正面的 對 被誤解 也是演藝事業的一部分 對不對 是啊 有沒有被誤解過 一定有啊 人家都說我去開房 太過分了 你是失去轉 事實上是205 他竟然把它說成205 為什麼是重點 重點是重點 就你搞錯 我那個很正常嘛 又沒有結婚 對啊 那有什麼 還氣到過癮 對 你怎麼會有兩個 你有沒有被誤解過 有啊 很多 什麼東西 對啊 解釋也解釋不了 解釋過完 那都算了 應該算不完嘛 對不對 你算了 今天這裡貿易奪花 我們在這裡解釋 聽到這個的 也沒聽到過解釋 他完全 不管你在解釋什麼 如果這個 忽蔑你的話的人 反而在這裡 你看你在講什麼 我也聽不懂 對 對你的印象就是那樣 好像就是說 你的解釋就是一種掩飾 對 講真話又沒有人要聽 所以現在跟你講那個很對 新聞就是有一個東西是對的 日式 其他都是 有 但是 沒有關係 我們有時候 被罵也能走 而且有時候 被罵是一種幸福 蛤 是嗎 是 如果要轉念一下 對 對 今天有來了幾位 這個被罵得非常慘的 我們請他第一位 來 我們的被罵事蹟 有多慘 他是一位來自南韓的美妝部落客 南韓有一次 因為那個他龍鼻之後 結果跌倒受傷 對 很辛苦 然後後來就開始被酸民 就一直罵一直罵 可是最近他已經很順利的完成 第一階段手術了 已經罵到這種所謂的 身體的部分 有點人生攻擊了 攻擊到人生這個就是 那哪一個不是跌身兩樣的 來 一起來歡迎我們第一位 金老佛爺 上來 金老佛爺 嗨 嗨 大家好 還好嗎 金老佛爺 現在已經修復了一部分 OK了 來 介紹一下 怎麼樣 你怎麼了 當時因為我本來就是 從來沒有就是 隱瞞過我做鼻子這件事 但是我並沒有告訴大家 我有跌倒就是就把鼻子 就是鼻子內部的那個矽膠 會穿出來這件事 因為我想說能隱瞞就隱瞞 因為這不好的事嘛 趕快要處理 但沒想到我就是懷孕第一胎 是 第一胎之後的那個懷孕過程 我都沒有跟大家講過一句 OK 對 然後呢 因為我也沒想到就是我的 因為我剪掉了矽膠之後呢 我的鼻子往上越來越跑 越來越跑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點 朝天 對 朝天比 對 往上跑 朝天比 完全是真的是針對 而且是就是因為一邊會 就是他的鼻孔會不對稱 對 就這樣子 鼻珠八肩還要難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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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看到大家 因為我是多時就是自拍這樣子 跟大家分享就是照片嘛 但是老敬 你的鼻子 越來越很難看耶 是不是整形失敗什麼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的後面的故事 所以呢 因為我也沒在解釋 所以被罵得很慘 是不是 最主要因為這個金老佛爺 她的工作是必須 經常用這張臉跟她剪面光的 她是在網路上 她等於也是一個網紅 是啊 妳是在網路上銷售一些那個 部落客 然後也有賣東西 分享化妝品 對 化妝品什麼 人家這個也就是一個職業 是啊 我靠臉吃飯 我這張臉要經常吃飯 然後一堆酸民 就在上面開始罵妳 她罵得最難聽的是 罵得最難聽是什麼 對 就是最罵 就是有一天就是跟我講說 她是不是 妳罵 妳是妳嗎 這可以上去留言 嘿 見鬼了 剛好那時候8月就7月 就是剛好都是鬼門打開的時候 見鬼了 妳有因為這樣子哭嗎或幹嘛 對啊 有沒有 一開始很難過哭 偷偷看人家的那種流言 惡評 但是我最難過的就是 因為剛好懷孕的過程 因為 一定很煎熬 對 然後因為 妳這個就是 鼻子也是假的 是不是胸部也假的 就是 都這裡面的也是假的 妳怎麼講那麼快 講到胸部假的 對不對 對 胸部不可能假的 假的 他已經也難過了 對啊 不要再這樣了 但是 但是老公有支持妳嗎 對 老公 因為有一天就是 胸部都假的這個留言的時候 我老公直接罵他說 我是你 沒有 對 然後他就是刪除他的留言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都OK 但是他就會就是罵到 就是你是不是你的小孩 也就是準備要進場保養 但是金老婆也 我講真心話 我是滿欣賞他 為什麼 因為他在鼻子 有這個異樣的一個狀態底下 整個已經改變了 整個人的臉性 但是 真的 妳這個後來是 鼻子是因為延誤就醫 對 因為那時候 被醫生罵得很讚 因為第一胎 我就是生完之後 我想去趕快去就醫 是 然後醫生跟我說 就是給我兩個條件 妳要吃藥就是放鬆 讓肌膚放鬆之後 再動手術 不然就是妳就馬上立刻拿出來 然後再休息半年再做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真的很害怕面對 我癌鼻子 因為我 我完全忘記我的 本來的那個樣子 對 然後呢我就很害怕 找以前的照片嘛 對 應該找得到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我也還沒跟 大家說我有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我更難面對 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就選擇 當然自然而來就是吃藥 讓他放鬆嘛 是 但是就是第二胎 又沒想到做懷疑第二胎 又懷疑第二胎了 她命狀育很高 你是不是我老公是 你老公真的 都不讓你出事 病病掉 我很愛出力 好高 病病掉 就是上完之後呢 醫生就罵犯了 因為我已經發炎 發炎就是摸起來 就是非常的軟 鼻子都是 骨頭那邊就是很軟軟的 因為就是發炎 裡面已經 去膿了 是 去膿 你就讓他這樣十個月啊 因為我 對 因為我要就餵奶 還有餵奶就是 餵她不能吃藥 天啊 所以醫生就是罵犯 我趕快立刻給我拿出來 然後就休息半年 然後現在 OK 偉大的母親 真的 因為孩子罵 那我們所有這個網友 大家也不要這樣罵人 真的 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這個看到比較弱勢的 或什麼 我們又具有同情心 對 對不對 再次謝謝 好 下一位 謝謝 第二位來念出來什麼士忌 好 這一位呢 他其實滿紅的 他多年前有被郭董罵說 大財小用 對 然後後來呢 結果他就用 一邊是賣博士雞排 嬰兒走紅 然後最近郭董有去幫他碰到 有 有 看到了 大和解這樣子 對 對啊 其實很有名 當時發這個言的時候 也有他的利潤根據 就是說 那國家栽培你 你一路 那個人繳學費也不說了 你一路讀到博士 是 結果你去做一個 欸 那老太婆提葉湖 人人可為的雞排店老闆 你不應該嘛 那我懷疑 郭台銘先生 是被一個人慫恿 去罵他的 NO哥 NO哥 猛腳雞排 猛腳雞排 磨嘎 來 一起來歡迎宋哽郎 出場 邰哽郎 喂 可以了 來 謙哥 你又 各位觀眾 大家好 那時候怎麼了 當時就是 剛好 12月創業 就是現在12月 天氣冷冷的 想說 賣雞排 聲音會很好 結果我錯了 那後來我想說 我看全台灣 側到Post 賣雞排 看我一下 所以你去賣雞排的原因就是 我要做一個特殊的雞排 我是撲出來賣雞排 你是先加盟別人是不是 你是先賣在被罵 是先加盟別人 然後賣雞排 賣不好 那我就想說我要出奇招 自創品牌 那時候還沒有想這麼多 我想說 不然我就把我的博士的那個 學長證放在門口 貼出來 貼出來 就這樣子 放在門口 狀況就來了 狀況是 郭董罵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打到博士 讀到博士了 花了那麼多時間 去人生裡面念到 這個位置 結果你現在是在告訴我說 對 當時 當時就是 其實是有上平面媒體 然後電視台也有來採訪 然後剛好採訪的兩天 過兩天的時候 我就收邀去友台上那個 夢想街57號 那主持人 那一天又有跟我講說 我待會放一個影片給你看 你成本沒想到 我說 有這麼嚴重嗎 你說 那個郭先生 今天早上 人家去採 沒有啦 說了兩句而已 他沒有用到掏 這麼嚴重 他就是數落一下 他就說 博士 這個炸豬排 他其實 那時候還搞不到他的金屬莊 雞排 算他一下 他講錯了 對 賣雞排 你擺錯重點 雞排豬排都一樣嗎 對啦 他就說 賣豬排 炸豬排 不需要念到博士 是 這個是 投資資源的浪費 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特徵教育資源浪費 這個影片上 這個電視採訪都有的 都找得到 都找得到 然後就是 這話一出 不得了了 這個 全國轟動 大家都來跑來跟你買雞排 嘩然 又有人 後來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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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討論 也有罵的 也有鼓勵的 都有 婆婆媽媽就跑來說 你不要炒那個郭台銘 那個 跑來買雞排 我們天理 你年輕人做這個 不用炒話說什麼 有的沒有的 反正我們就是 年輕人 開了下去 正正當中做生理 讚 OK 你個人觀點呢 郭董的這句話 先不聽旁人的這個評判 郭董這樣講說 你打到撲手了 你去賣雞排 電視台還來問我說 郭董說了你這樣子批評你 你有想法 我是說 其實郭先生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角度 就是他不知道我的處境 那其實會跑回家鄉賣雞排 有我們自己的 有普通的 對 一定有普通的 你當時因為沒有找到別的工作嗎 念到博士耶 是剛好沒有這個腿嗎 老實說如果 真的喔 因為大部分的工作 大學畢業 碩士班畢業 其實綽綽有疑 我這樣講好不好 是不是所謂的 對 這個問題 一陣見學 沒錯 一陣見學對不對 所以我 因為我是明白人 我看郭董在講這件事情 他的角度跟這個是無關 他只是說 讀了博士 你會 但是他沒有考慮 台灣的現實的社會問題 好 博士賣雞排 各位 親愛的各位觀眾朋友 重點是什麼 人就是 你雞排也 你開到倒了兩三家 那你博士就沒有 你開到現在 七年後了 成績很好 你來這裡囂張 唱唱一下 都OK 介紹一下 你的雞排現在做得怎麼樣 來… 你雞排 你拿出來給我們這裡吃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你就輸了 雞排吃完了 有帶來大家吃完了 介紹一下 就是現在有 不錯 這個其實還好啦 這個只是這樣子小小成就 他已經開了八家了 所以讓他知道近況 所以代表就是說 對啊 對 後來郭董去跟你兩個人現場 因為要郭董到這種 我們這個 大和解 這個也應該幫郭董掌聲鼓勵一下 對… 他一來 他其實很親民 他很親民 你高高在上的郭董 一看到 博士雞排 原來是你 當時他跟你聊些什麼 他當時來的時候 找我的時候就 然後聽說最近開了很多分店 對…現在事業有成 我當然有… 他…很可憐 他想什麼 這麼可憐 沒台公開這樣講 是… 就是感覺好像有… 認錯啦 也不是啦 就是… 他就說了 就是覺得他當時好像也講錯話 OK 然後他就覺得說 生理小孩二生 這樣子 突突撲手 很會做生理 開了好幾家分店 是… 不錯…這樣子 對啊 你看 以我的父母親來講 他們… 爸爸媽媽都是愛孩子的 我的父母親 就做了最錯誤的事情 就是把我的靈魂 把我的身體 禁戶在那個教室裡面 你把我放到外面 我多OK 對不對 再看看我的小孩 也… 有嗎 他… 他… 你放到… 抓…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所以不一定要讀書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嗎 所以這一段我覺得 郭董講的也不會太沒有道理 他講的也有他的幾分道理 雙方都有道理 周遊士用了七年的時間 八間 君子報仇 三年未完 他七年開了八間 來 所以 而且他現在算是 以事業有成的大老闆 小老闆 沒有啦 客氣了 來到這邊我們宣揚一下 我們的那個品牌理念 這也是郭董講的 他說你現在是台灣 素名經濟跟知識經濟結合的代表 OK… 你的博士雞排要行銷台灣 行銷全世界 是 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把那個 如果有希望創業加盟的人 可以我們把他帶到 幸福的原地去 所以… 這個非常好 好不好 謝謝 再次謝謝 送跟郎 送博士 請銷… 請銷… 下一位 這一位他曾經是一位 療蛇歌手 還入圍過 然後呢 但是他最近為什麼被罵呢 因為他都在網路上 拍一些嚇人的影片 有啊 就是…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他 對 嚇路人幹嘛 然後你還嚇到 還嚇到嬌來罵 對 然後唱歌唱得很大聲 亂唱一場 對 亂唱 然後嚇別人這樣 就要嚇別人這樣 對啦 嚇人 他的名字叫什麼 叫做 八瘦鼠目 貝瘦鼠目 貝瘦鼠目 就叫貝瘦鼠目 歡迎貝瘦鼠目 請查 歡迎貝瘦鼠目 大家好 我是貝瘦鼠目 貝瘦鼠目 貝瘦鼠目 就是我 死哥 你本身是做什麼行人嗎 音樂人 創作歌手 好的轉型 跳到另外一個框架 做成YouTube 創作影片 這樣 這不是音樂做不下去嗎 這肯定就是這樣子 不然我現在也不會在這裡弄流流 對 人就唱啦 非得要找到屬於一個自己的舞台 對 一條路 音樂這上面 因為你做唱片做音樂 你是屬於那個Rapper 對 R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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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check it Rapper Rapper是強暴犯 對 強暴犯的故事 你在那邊自白就對了 對 對不起 你得過首屆菁英獎創作專輯 超假的 沒錯 我是第一屆菁英獎 最佳嘻哈老舌創作專輯的得主 跟我競爭的 有誰有誰 就是有蛋寶 蛋寶 Soft Leap 蛋寶輸給你 謝謝 Juie Thank you 那一季處理 巧合 就是運氣好 所以他現在 他等於轉行當一個網紅就對了 對 但是他比我更紅 對 他在那個商業市場 我現在只能在這裡就是 當個YouTube 怎麼樣 我說我的身分就是當個YouTuber 轉型 不能真真真正的去做音樂 但是你在網路上被繳翻了 對 你真的被繳翻 莫名其妙 神經病永遠在那裡嚇人 對不對 而且人家真的被你嚇到 嬌來阿嬤 嬌來阿嬤 不用說你被在網路上被繳翻 對啊 你幹嘛嚇人 我們就看一下 觀眾朋友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到底有多欠罵 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備受矚目他是什麼 欠罵 到底有多欠罵 誰 你耶 就是他 就是你 就是你 我是三玉琳 那整個跟四十就對了 現在有音響了 從這裡出力出來 經過喉嚨一改變 現在才 想起來你有跟他直播過 對…我跟他直播過 對…我跟他直播過 對… 憲哥教我這幾招 我一定要好好去 學以自用 這樣子 我下次再接上唱歌 嚇人的時候 才不會這麼說 每次要去跟我們 要破掉 要不算是 菜頭 那些 有可能出來 黑夜 真的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感動你這樣的人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不斷的 很開心的 我跟你講 這個音手上最偉大的 你好厲害 我忘記了 就是你 對… 因為我們當時也是人家安排 我們就說有直播出要來 是 沒錯 就跟他直播了 然後一開始 我看他在那笑浪浪 跟他笑的 我也嚇一跳 你知道嗎 其實還滿後悔的 但是… 你那個黏著笑容 尷尬又不是一號的微笑 就已經開始了 你看我很好吃的對不對 對啊… 沒想到憲哥 在我心中是個天王地位之外 見到本人 讓我感覺更加親切 是… 如果你遇到兄弟 可能會被打 真的 我曾經有遇過 一定有吧 就是在唱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突然就是這樣笑 這樣子唱 對 現場說不定 大家都在那邊笑嘻嘻的 笑哈哈的 結果 只有那一個 就突然要站起來 準備要打我 可是呢 就是被他旁邊的朋友 就拉住了 拉住了 好家在就是化險為夷 就是沒有去 都有繼續做後續的動作 這樣子 你覺得你走這個路線這樣OK嗎 這個可以一直走得通嗎 對 走不通的話 沒關係 今天怎麼我 那個人氣下滑有沒有 我就來回 好 我什麼都可以回 只要化腐朽為神奇的東西 那你有一點我覺得還OK的 就是因為酸民罵他或怎麼樣 他反而都 他好像都無所謂 你會回喔 你會回他們 我會回他們 而且呢 你還會回 對 我會用種比較幽默的方式 用種比較就是 不會跟他硬碰硬啦 OK 他講這個 我看你真的是 我看你真的是 我一直怕你一頭那種 我就跟他講 師哥 師哥 我那個動作 你真的 別人講了一句話 你跟他講師哥 你們親殺 你是故意講的 Lulu 他很喜歡這一句 對 那這個 這個 我們所有網路酸民 我覺得你們已經罵得算是很有道理 對 我繼續 我繼續酸民 然後為什麼連他們 因為 因為我們 我們到現在沒有動他 也是因為我們 一直在忍啦 對 好不好 我們也期待他可以慢慢的一個轉型 你看以前菁英獎還得過最佳專輯 這個不容易 是真的會音樂的 真的不容易 來 我們這個 期待你轉變的一天 好不好 帶來一首自創曲 好 我跟你講 這首歌呢 我對那個 威廉神 沈玉琳 整個人 我跟你講 就是整個 憂鬱症都會發作那種 那個 黃氏笑話 我想要 好好來Diss他一下 你要Diss 沈玉琳 來 歡迎Diss 沈玉琳 威廉神 沈玉琳 這首歌 我要挑戰你 聽說你是荒謬大師 我是尷尬還大師 唱老舌 唱這樣還可以接業配 人家生氣氣 分業配分業配 人家 我寫歌來迪士尼 我用辣油迪士尼 我老舌是好萊塢 你老舌只是迪士尼 聽你唱歌 我都快進入冬眠 聽你老舌只能幫助我通編 在我整形前 人家都叫我台南彭于晏 整形後都被問你是沈玉琳 對不對 欸 我有說過老舌唱片 我要期待你在老舌街的第一位 聽說你在找名人 我就在你眼前 什麼會辭如何尋出每個Tony欠 欠了這堆人卻都只能夠超短線 還是我當你老闆太親自為你下面 好啦 我們和好好嗎 但你別再笑我馬子狗馬 我馬子剛吃後就分手啦 最近我中了一堆橄欖啊 橄欖聲開始 我想邀請你來參加我的Party啊 從外太空找到新天宮 全宇宙就我最紅我是MC BASS 從外太空找到內子宮 神玉琳 你想要的Jelly Freestyle Metal 從外太空找到新天宮 全宇宙就我最紅我是MC BASS 從外太空找到新天宮 神玉琳 你們要來Jelly Freestyle Metal OK 有喔 有喔 恭喜被罵得合理 好 好 I'm sorry 我會去留言罵你 他的角度 他跟其他幾位不一樣 兩位不一樣 因為他這一種表演叫做 對 但是有一個狀態 我們在那邊主持對不對 他就突然 但是觀眾朋友大家如果你看 很國學來講 相聲 相聲他是這麼正經的表演 然後演到最後一句 您別討要罵了 對 您別討罵了 一定要有人做出一些這個 欲舉的動作 是 然後有一個制止 你沒這樣做 怎麼會罵 對 沒這樣說怎麼會罵 對不對 所以OK的 行走江湖哪有不愛刀的 對 對 你要小心一點 如果我可以 你還是要小心一點 如果我可以被LULU姐罵紅的話 我也覺得很開心喔 你罵你啦 但是我 很擔心他的生命安全 真的你要注意安全 還是要挑一些安全的角度 大人大人啊 在這裡沒有在怕啦 LULU想到他 我只想到一句話 我們知道 大家都知道了 我也覺得這句話好有意思 對啊 好的 請回寶座 謝謝 謝謝 好 來 第四一組 好氣喔 來 請唸出來他的被罵世紀 這位呢 他在19年 就今年12月的時候 在12強賽事的時候 他是當一個 球童 對 然後可是呢 他不小心把他的這個 IG的PO文 把那個 古巴的國旗放成巴西的國旗 對 然後又開玩笑 然後就是說 叔叔借過 可是其實那個人是王建銘 那個叔叔是王建銘 他是開玩笑的 他叔叔借過 你擋到了 對 就那一個啊 就那一個 不是叫狗狗嗎 狗狗 妳知道啊 妳有追蹤嗎 一起來歡迎狗狗進場 狗狗 歡迎狗狗 謝謝 狗狗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為什麼會打錯 連國旗都搞錯呢 古巴跟那個 就我那時候工作完才發的 就 然後有時候 iPhone會 確實 這不是差一次的問題嗎 就是 對巴西 2比2 平手小可 有一個字一樣 重點是中華隊 網友怎麼罵妳啊 他們說 他們就說 連 什麼之類的 對啊 他們可能只是想私訊你吧 那王建銘那一個呢 王建銘那個女士應該是知道吧 妳是故意的吧對不對 妳看照片 就是很明顯 我故意就是把他整個 他背面不是有名字嗎 我知道 妳就是想要秀說 我有 對 我有拍到他 我近距離拍到他了 他是王建銘 那妳用這種方式 王建銘大家都知道 對啊 對 40號啊 對不對 妳檔 那妳寫什麼 妳檔到本壘 本壘 因為那時候我在那個 三壘的時候當球童 然後他是那個牛棚教練嘛 然後他就在我前面 然後想說那就拍一下 但妳知道 所以妳這個是一個個人的幽默 對 小幽默 小幽默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不要再轉 往下演 還有網友告狀告到棒鞋 說這個球筒是幹什麼 結果搞到他隔天就丟飯碗了 怎麼了 就是他們把我IG的限時動態截圖 然後放到棒鞋粉絲團 然後問說 因為棒鞋剛好有po我們的照片 他說那照片上有發這個 限時動態的人嗎 對 那妳有跟網友對罵嗎 對嗆 有我在我現時動態回他們 對啊 妳怎麼回 人家說他幹嘛 妳這個王建民怎麼樣 妳怎麼叫他叔叔 當然是知道他是王建民才拍的 對啊 然後那個國旗打錯 其實我十分鐘內 我就發了下一篇 我說我打錯了 不是那個發席這樣 對啊 就立刻就撤下來就好了 我想妳走紅的原因 跟前面這個事情都無關 真的嗎 可能跟這套衣服有關 可是我那天不穿紅的 沒有 當時完全沒有露事業線 沒有露事業線 但是妳這三圍傲人嘛 對不對 那衣服很貼耶 妳要知道很多酸民罵妳的原因 不是真正要罵妳 而是要刷 對 突顯她的存在 對 對不對 要不然妳怎麼看到她呢 稱讚的人 真的 頂多 頂多按個讚就過去了 我希望妳回應她 對 主要就是這樣 妳回應她她就很開心嘛 來 我們讓她表演一下 加碼才藝 點點接球 開玩笑 讓她來這個殺 羽球是不是 我有陳之穎之稱 幹嘛 平常有在練羽球的 戴之穎是我粉絲耶 練羽球的 來… 對 我們還跟戴之穎要約球耶 對啊 她說她在高雄 等一下 等一下 妳過來一點 妳不要再打到 金老婆也的鼻子 很危險… 那要怎麼打 妳要殺球是嗎 她鼻子很貴 妳這支屁 實在是力盡創殺 真的 等一下我… 金老婆妳最後面一點 漂亮喔 Burning 妳怎麼會拍得要準 妳怎麼會拍得要準 好險 妳連擋一槍都不會 好險她的力道不是太大 但是妳的準度太好了 還是妳有沒有要先去 世代孕 對啊 妳有沒有要去 那個球中心 有了… 好 OK 不錯 有兇… 真的會打… 沒事… 網友不要太在乎 再次謝謝可愛的公公 謝謝 下面一位 這位的故事其實有點勵志 他一開始被罵 是因為他演出那個 台北物語裡面的Tony這個角色 說太爛了吧 然後被罵爆 台北物語有… 一部電影能夠因為爛 爛到 票房很好 對 所有人都想去看 到底有多爛 大家想進去看 他是演得多好笑這樣 對 可是 今年的金馬五六 他入圍了 有沒有 那英雄不怕出聲低 又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案例 一起來歡迎邱志宇 來 歡迎 歡迎 女生好 大家好 好 來 邱志宇 是 新進演員 而且今年是不得了 你在演那部戲之前 你有演過什麼戲嗎 我來上過綜藝大熱門啊 就是你最大的成績 我是不是有跟你演過 對 我們一起演過戲 對 好像演個星座的還是什麼 星座的 然後是誰是下一個王大陸 那個時候四年前 有 他有來過 天啊 我們是一組的 所以四年後 你終於接到台北物語這部戲 你有看過劇本嗎 我看過劇本啊 我看過劇本啊 我跟他也有演過戲 在哪裡 我們演過什麼戲 台北物語二 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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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記我了對不對 這個二也上映了嗎 還有二 還沒 明年1月17號上映 什麼 明年1月17號 還有二 所以你說人家台北物語是個爛片 結果人家還演台北物語二 我是客串的 露個臉這樣子 當時後來是 大家罵得很慘 雖然票房是真的還不錯 對啊 也有賺錢 大家就說 演技好尷尬 然後就是演技很做作 就靠北影視上也有在罵我 真的喔 對啊 演這麼做作 還敢演這種東西 你怎麼樣 還是要不然我們來考驗一下 這個表情動作 好啊 好不好 你看看著鏡頭前面 這個鏡頭 對…我就出喜怒哀樂方面的東西 好不好 麥克風放下 憲哥會整握吧 不會… 不可能… 喜 怒 愛 樂 尷尬 爽 真的尷尬 我們有一個精華片 我們來看一下台北 我也好想看 來… 我也想看 小心喔 請問你們是… 我們找科學運輸員 請問有什麼事嗎 我們來拿車款五十萬 喔 你幹嘛把鐵門關上 我是一人助理 好玩啊 錢呢 不要一直站著 坐 我在想孫大夫真的是有福氣 能請到你這麼一位 忠心耿耿的助理 怎麼會呢 這只是我分裂應該做事 好 我的意思是 我跟孫大夫是同事嘛 那以後 你就不要包含外人了 說不定家裡有很多的事情 還是要麻煩你 真的 這樣好了 如果以後你有什麼事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來 這個啊 是我的名片 哪者就是我的名片 記得喔 是我 那邊約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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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夫 喝酒 原來你們兩個 昨天晚上躲在這間別墅喝酒 有 柯特台 妳不要怪藝人了 要怪就怪我好了 到底要我怪你 拜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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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太是教會 那是一位 要花酒後教室 還沒有才幾 其他人演唱都沒有光 對 這句話都沒有 她也不是她的主戲 她站在中間 但是 都其他人在演 她就自己發光 可是沒有講話 難怪跳風那麼好 那這個 當時拍這個戲拍完 心裡面一定沒有期待的嘛 對不對 你會期待說 一定會怎麼樣嗎 會不會去跟那個導演講說 導演 你看 又變成是今年的入圍啊 對 最佳心境演員獎 心境演員 可是落馬啦 但是有入圍很厲害了啦 有入圍就不錯了 有沒有 來 還帶來一首歌是吧 對 就是為了這個電影主題去寫的歌 真的嗎 可以不要嗎 好不好 可以 可以唱 那我打個歌嗎 新電影 是 步步為營 加油 真的嗎 熱烈的歌 我都在看上去 太陽很難 太陽很難 可憐 來妳 太陽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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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關心 不奢求你會給我任何回憶 愛該前進該後退 情感多麼的迂迴 徘徊在你和我之間 那年的夏天 說好要再見面 怎麼會不再見面 答案無解 我想慢慢的向前 在步步為隱 勇敢的前進 超越友情 成話成愛情 但是我全都知道 你只是沿途風景 不能再這樣下去 繼續等待 其實也沒意義 不錯喔 不錯喔 志宇加油 好不好 我們經常都在講 你看 以前的周潤發 也演過那個跑龍套的 對啊 劉德華演過衛兵 對啊 是不是這樣 出來的 好好加油 好不好 但是這樣 不要這樣人家去問你 你是邱志宜 做你自己 你可以的 好不好 然後走出自己的天堂 好 好好加油 好不好 不要在意網友的罵 來 請坐 謝謝 謝謝 有意思喔 來 下一位 這一群呢 他們不是被網友罵 他們是被他們的主人罵 罵了之後爆紅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凌晨五點多的時候 一群一群在那邊騷動 一群啊 騷動之後呢 後來主人就起來罵他們說 你們超這麼吵啊 結果後來沒有多久 發生大地震 後來PO上網路之後 大家都說他們是 對 動物有異常的一個行動的時候 可能就是有一些異象要出現 對 來 一起來歡迎我們Justin 還有他四隻可愛的狗狗 哈囉 哈囉 牠好大隻喔 因為Justin喜歡養狗是不是 對 你養了 這四隻 還有一隻牠在台南 牠沒有來 牠太遠了 太遠了 就嚇了吧 那當天的情況就是 剛剛LuLu有講 凌晨的時候 狗突然間吵起來 牠們四個喔 對 牠們四個 就瘋狂大吵 吵起來牠們就在講說 有事情發生了 也有可能小偷嘛 有可能 你怎麼起來不就直接罵牠們 你是發覺根本沒事啊 因為我沒睡飽 我想說小偷應該 對 就算了 這個事情會不會是你杜鑽出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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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說 你鬧有沒有吵 對不對 你地震 然後你再回頭說 沒有 我的狗叫我這樣 牠們真的吵好久 因為我那時候很早就PO文了 震完我馬上就PO了 對 那時候新竹大概有 3 4級的提震 很有感喔 對 晃到牠們 牠們就一直都還跑去躲起來 是 看一下JustinPO了很多狗的 精華的 看一下 很可愛 玩很大 牠在幹嘛 牠在咬竹子 那個耶 他在看 小姐與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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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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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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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外面 雨下 雨下那麼大 你還有帶你出去 你在家那尿會怎麼樣 我跟你講話 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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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就趕快去尿 坐下 你去外面淋雨 要叫你去上個鎖就不去 你現在又在那邊淋雨幹嘛 來 看著好 你都不怕你感冒齁 喂 我跟妳講話 比較尊重 對 對 好 很平衡 他們 因為狗真的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對不對 然後跟他們生活在 因為你看 你要拍那麼多影片或幹嘛 基本上跟他們幾乎都是 全天候生活在一起 差不多 只要下班就待在一起 真的喔 對 所以你現在就在網路上 就PO這些影片或幹嘛 這個 對 就是把一些平常跟他們相處人 對 就放我們粉絲團 然後柚子 因為牠其實本身就很常 就是惡作劇 會搗蛋 像牠之前也會追貓啊 跑到圍牆上 然後下不來 這很厲害 他跳那麼高 對 我也不知道牠怎麼上去了 是是 這個照片是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牠偷吃我的午餐 我的羊肉湯放在桌上 我只是去一個廚房 我回來 然後我就發現一隻狗 睡在桌上 對 裝睡 因為牠很怕高 所以牠吃完之後 牠就不敢下來了 然後就只好待在上面 狗一般都怕高 當然因為牠吃太飽了 躺在那裡 太爽了 又餓餓 太棒了 今天帶這幾隻小狗來 好不好 人類的世界好不好 是複雜的 狗狗的世界 確實如此可愛скurse 我會怕 謝謝Justin 還有他的狗狗們 感謝 今天我們這幾位 他們雖然被罵出名了 但是Justin 你是罵狗 罵成名的 我們後面 前面這幾位 因為他們在這個人生的歷程當中 能夠勇敢的來面對 站在這邊出來告訴你 我被罵了 對 很勇敢喔 不怕 好不好 永遠要記得網路上面二八理論 百分之二十的人罵你 無所謂 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還是喜歡你 沒錯 能不能把你的狗處理好 不是 因為現在酷哥的那個鏈子 就是跑掉了 今天也要特別謝謝狗狗來到我們現場 謝謝你們喔 狗狗啦 不是你 不是 狗狗啦 好了 明天同仙繼續回答囉 孫玉琳 各位 你好